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三条热点新闻 首先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 亨特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械 在特拉华州继续接受审讯 陪审团已经开始推停商议 如果罪名成立 亨特可能面临25年监禁 不过由于是出犯 入狱的可能性不大 接下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在俄罗斯会见南非外长潘多尔 双方讨论了 中南合作的未来发展 并强调了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的实在利益 最后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在军营对士兵们发表讲话 强调由于印度 太平洋地区 紧张局势加剧 菲律宾必须为 任何可能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 拜登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械 而在特拉华州 威尔明顿市的法院 接受审讯 54岁的亨特 被指控 在2018年购买一支点38口径 左轮手枪时 对自己吸毒的事实 进行了虚假陈述 并非法持有该枪之11天 亨特否认了这些指控 陪审团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 完成结案陈词后 开始退庭商议 虽然亨特 可能面临25年监禁 但由于他是出犯 实际入狱的可能性不大 香港电台还报道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会见南非外长潘多尔的消息 王毅强调 中南两国要加强高层交往 巩固政治互信 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他指出中南合作规模大 范围广 层次高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在的利益 潘多尔回应称 中国企业对南非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非高度重视与中国及非洲与中国的合作 他还赞赏中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和推动加沙 停火方面的努力 并表示愿与中方在多边平台上加强协调配合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思在伊沙贝拉省军营 对部队官兵发表讲话 警告由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外部威胁更加突出 菲律宾必须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小马克思强调 菲律宾并未试图重新划定主权领土疆界 但致力于保卫资深安全 同时开展外交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表示 菲律宾已经在北方岛屿上建立了一个海岸警卫对哨所 以加强对中国军方在海域扩展的监控能力 小马克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警告 如果有菲律宾人因南中国海冲突被杀 可能跨过战争行为的红线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持续升级 菲律宾坚决反对中国在争议海域的挑衅行动 乔报 白宫南草坪在6月10日举办了一场六月节音乐会 纪念奴隶制结束的6月节 June Teens 拜登总统和副总统贺锦丽共同出席了此次活动 现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6月节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念日 象征着自由和平等 音乐会通过多样的表演形式 向观众传递了这一重要信息 拜登在活动中发表讲话 重申了政府对平等和正义的承诺 强调了6月节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网友 习近平政府近期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 进一步限制官员和公务员的出境自由 反映出政府深层次的不安全感 据南华早报报道 这些限制措施不仅涵盖公务员 还包括国企 国有银行 大学和医院的领导 甚至退休的高级官员也被永久性限制出境 大陆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纷纷表示 出国手续繁琐 护照被强行收缴 出行受到严格控制 专家认为 这些措施旨在防止信息泄漏和潜在的政治风险 显示出政府对内部稳定的高度重视 星岛日报 在尤坚旺区举办的爱国主义教育专业交流会上 教育界人士分享了如何通过现代科技和创新方法来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 尤坚旺区校长会主席梁官芬提议 利用虚拟三地科技制作虚拟中华文物馆 让学生通过科技手段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故事 从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爱国情谊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和教大教授顾敏康 也在会上分享了相关工作成果 强调了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指出 游坚旺区的文化资源丰富 是推广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场所 校长们认为除了历史文化的学习 国家的现代发展和科技进步 也应成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以扩展学生的视野和思维 东方日报报道 菲律宾和日本的外长防长 将于下月8日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2加2磋商 预计双方将签署互汇准入协定 该协议旨在促进两国部队 在对方国家的顺畅往来 并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进行演习铺平道路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 签署协议的可能性很大 参议员托伦蒂诺指出 该协定将规定双方军队 在对方国家临时逗留时的法律地位 并允许在联合演习和灾害支援时 派遣菲律宾军队 日本和菲律宾均希望通过该协定 进一步加强与包括美军在内的联合演习计划 经济日报报道 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将延任两年 任期从今年9月1日起生效 何顺文自2014年3月起担任校长 原定于今年8月31日退休 但在校董会的邀请和决议下 他同意延任两年 恒大表示 何顺文在今年2月的传媒聚会上 曾表示愿意延任最多两年 但具体时间需视乎校董会及校务委员会的决定 何顺文在任期间 致力于推动大学的发展和提升教育质量 延任将有助于学校在过渡期间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 乔报报道 荷兰国王威廉 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马 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开启了为期四天的访美之旅 重点了解非裔文化 并向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 金至景 国王夫妇参观了金牧师 曾担任牧师的教堂 并在金中心与马丁路德金的女儿伯尼斯 经一起向金夫妇的牧学献花圈 威廉亚历山大称此次访问 让他们感到非常动容 并强调反对种族主义的重要性 国王夫妇还计划参观亚特兰大的音乐工作室 和萨凡纳州立大学 并与荷兰商界领袖讨论经济合作事宜 此次访问旨在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 进一步加强荷兰与美国的关系 香港电台报道 民建连连同游坚旺区校长会和教大国家安全与法律教育研究中心 在小学举办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专业交流会 吸引了50多名教育界人士和20多间学校参与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李慧琼表示 这次交流会旨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游坚旺区校长会主席梁关芬强调 爱国教育应结合常规教育与全方位教育 特别是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应着重情感教育 例如在生气仪式中 学生通过庄严而肃穆的过程 可以更深刻地体验到爱国情感 一位游坚旺小学校长指出 人文科中的爱国主义内容是重要的一部分 旨在让学生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 更好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及国家最新发展 立法会议员郑永顺也提到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戏曲中心和历史博物馆 都是让学生接触国家历史与文化的良好平台 此外随着奥运会的临近 不仅要支持香港队 也可以通过了解国家队的选手 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 国家在运动员培养和支援方面的努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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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